大家好,我叫梁靖文,今年十五岁上九年级 有空时,我喜欢针织,钩鞭,唱歌 啊,我很喜欢唱歌 除了这些以外,我还会打功夫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功夫,好吧 少年功夫在中国文化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今天很多人可以看到中国功夫在功夫电影里 比如燕万和卧虎藏龙 因为有这些电影,出现了很多会打功夫的演员 比如李小龙和成龙,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功夫明星 我爸爸很喜欢看这些中国功夫电影 哎,靖文,你要学怎么自我保护还有努力的工作,好吧 嗯,那我们怎么办啊 啊,知道了,我们要送你去学功夫了,哈 所以我半岁时就开始学少年功夫 第一个要学的是步伐 有马步,弓步,瀑布,瀑布,瀑布,还有尸步 手可以做拳,掌,勾手和胡爪 如果你想用脚踢人,可以做踩脚,正鸡腿,离合腿,外摆腿,选风脚和我最喜欢的二七脚 用这些简单的步法,你可以用它们在一起做很多不同的动作 这样功夫还会使用很多的武器,比如棍,刀和剑 用这些武器很危险,所以要注意安全 这些武器和动作看起来很酷 可是打功夫时还要注意一些东西 像是打功夫时,你需要专心医治,保持心平气和 你可能听过气这个字,可是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气是你的精神,你的火力 气是打功夫最重要的部分哦 除了气以外,打功夫时要有毅力 要努力不懈的每天练习,不可以放弃 功夫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运动,因为要加强肌肉 所以练习功夫会觉得好累好累 放弃很容易,可是如果你要学功夫 要继续不停止的练习 这里功夫是一个1600年的中国文化遗产,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中外人途学中国功夫 希望中国功夫可以继续流传下去,才能保留这项中国文化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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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